市长陈其迈副总统赖清德 共同出席悲情城市 33周年4K数位版特应会 陈其迈表示 悲情城市是台湾人必看的一部电影 33年已过三个世代 33年前是台湾人必看的一部电影 33年后同样台湾人还是必看这一部电影 相信所有台湾人一定会有更多的感触 33年前悲情城市的一个 电影其实是让台湾人能够在国际的营展 找回属于台湾人的一个自信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 对台湾电影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尤其228事件已经经历了76年的时间 那历史可以原谅 但是不能忘记 所以我想我们不仅高雄作为一个228事件发生非常重要 当然也更有大家共同在这里不分族群 大家共同凝聚了一些感情跟记忆 所以我想记取过去历史的一个错误能够深切的不断的反省 才能够引领我们在这里除了和解 更有勇气的继续往前走 陈其迈说尤其228事件已经历了76年 历史可以原谅 但不能忘记 高雄不仅是228事件发生地 当然更有大家不分族群 凝聚的共同感情和记忆 每年我们都跟很多受难者家属 市民朋友共同审思反省过去 所以我真的要非常感谢这个我们我们邱芬董事长 能够还有所有的我们的电影的先进 可以在这一次4K重新发4K数位版重新发行的时候 那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机会 可以来再一次的了解说 当时在33年前背景城市刚拍摄的时候 那33年之后再重新看这一部电影 我想所有的台湾人一定会有更多的感触 毕竟这33年来在台湾也历经民主化的过程 从当时这个电剑没有过到获得国际大奖 《悲情城市影像展》从2月23日起至6月18日 在高雄市电影馆一楼展览 当年电影拍摄《威尼斯获奖》上映电检 文件等相关珍规文物 记者李正澳高雄报导